全球晶片荒尺尺未解加上烏克蘭戰爭持續加劇供應鏈動盪 衝擊各車廠新車生產量 標普全球汽車研究機構 已經將近命兩年的全球汽車產量預測下調260萬輛 至8160萬輛及8850萬輛 其中受衝擊最大的是歐洲 戰爭讓供應鏈及關鍵汽車零件短缺問題更加惡化 特別是歐洲車廠的車用電子線數主要來自烏克蘭 這是汽車內電線與零件間的連接配線 對車廠又是一大挑戰 CNBC報導 雖然烏克蘭部分工廠試圖保持營運 不過產量已下降不少 此外製造汽車的關鍵材料如拔的供應風險 以及鋼銅鋁核涅的價格上漲 都讓歐洲車廠大受打擊 若戰爭持續還有可能影響到其他市場 我們需要有足夠材料 而保建各自營運用都可以 詠實說不 用不勝出 我們現在未有待資產商資料 提供所有運用都可以開發 所以這麼大股源次必須進行 收集應用都必須地方 比如說這個уры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國新創電動車廠Rivian 執行長 史卡林戈警告 電池短缺將是電動車市場普及過程的最大挑戰 汽车业很快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电池荒可能比晶片荒还要严重 史卡林格表示 现在全球车用电池的产量 占未来10年需求的比重不到10% 代表电池供应链有90%至95%的产能还不存在 目前里孤涅等车用电池重要原料供应量已经相当吃紧 若乌俄战争持续 问题可能雪上加霜 新唐亚太电视烟结编译